永远不能黑的六大明星,他偷偷盖学校九十多所,他却献出了生命。 六个永远不能黑的明星,他偷偷盖了九十所学校,而他却付出了生命。 顾天悦,其实,自2009年开始,他就在云桂川等地偷偷盖学校九十多所。 最近港媒有最新统计的新闻说道,顾天乐至今维建学校的公益事业已经花费超过2425万,但他从来都没说过。 韩红的歌大家一定都听过,虽然是乐堂天后,但他常年热衷于公益事业,不仅建立了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,还带领百人团参与西藏家乡公益行来帮助自己的家乡父老。 还为慈善下跪,感动无数人。 孔维是黄晓明、赵薇、陈坤等人的班长,曾在太阳照常升起,命运呼叫转移等多部影视剧中大放异彩,还曾亮相威尼斯电影节。 在演艺变峰时期,他担出银幕结婚生子,为了五个闷子在垃圾桶里的逼街男孩,他选择回到家乡贵州,创立传梦工艺基金。 短短短短期,孔维已经捐建了十二所学校,帮助了三千多名山区而红。 袁立,袁立不光经常亲自跑偏远山区做工艺,最近还成立了自己的工艺基金会。 除了参与各种震灾和捐款外,她曾为演员讨要社保和医保,曾向天使妈妈基金会的捐款数目便少提出质疑,开始呼吁大众关注沉沸病人等等 江一彦近几年才在影视圈声明确起,但是她一直坚持做慈善,几乎每年都会抽出一段时间到贫困山区去指教,教孩子们唱歌,跳舞,画画,让年幼的孩子们感受生活的另一种快乐和美好 她对孩子们这种陪伴以及精神上身体力行的关爱,实在是值得我们为之点赞 从非,深圳着名歌手,她的出场费尽万,生命最后十年却把所有的积蓄捐出去了,参加了四百场一演,捐赠三百万,最后连自己的病都治不起 可以说是她却献出了生命